发生谋杀案 一个的士司机怀疑被乘客用力气割颈之后死亡 兇徒仍然在逃 警方调查犯案动机 欢迎声报道 涉事的的士停泊在东边街近黄后大道西 司机委后车门边又血迹 探员拿出的士的车cam 希望翻查示法的情况 警方在清晨5点几节报 这一辆的士的48岁司机昏迷 右颈近大动物被人割伤 伤口长7厘米深1至2厘米 怀疑大量失血送院后死亡 死者家属事后露製 警方怀疑胸大约30几岁 身高1米8 不排除是活血疑 犯案那阵穿短就黑色天巡 深色短裤和波鞋 案发之后向皇后大道西静街逃走 正在调查犯案动机 死者的财物 全部都是在现场 或者留在身上 他们是没有损失的 同机那方面 我们当然是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包括会不会事前他们是有一些糾纷 或者是犯案的匪徒 本身是有一个精神病 甚至乎是有极度的 空步的倾向 这里我们会继续调查 空途其实真的相当之暴力 我们在这里呼吁 各位市民就要小心了 警方事由在附近大厦天台发现一个背囊 里面有一把25厘米长的赛刀 商讯和乐件有关 又到附近的柏惠酒店首部空途 说空途曾经出入一间酒店 有的士业界说十几年前已提议在司机位装防盗膠板 早一两个月才跟运输处谈膠板的赤寸规格 仍然要政府上批 我相信现在一成都没有 因为很多司机和车主都很抗拒 在每一年的验车的时间 民资署就要我们拆多个膠板去遥遮 验车车都要再装回 所以很多车主就很麻烦 很多就不肯去装柜膠板 如果不是有格式 他就怕或者有什么家庭意外的时候 就应该坐在里面室内的那些试验的问题 联会说会尽快约见运输处 要求落实装膠板的安排 再鼓励叶介装 有线电视记者潘耀征报道